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 我们列表中的一些命令 可以来看一下 学过我们如何来设置 如何来查找 指定所以你的一个元素的值 那接着呢 这节课把剩下的列表命令 我们来学完 首先呢 我们可以来得到 某一个区间的一个列表 那这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 只保留我们列表的片段 你可以得到某一个列表的片段 可以通过L认知 那你想只保留 某一个列表的片段 那其他的元素全被删除的话 就可以通过Ltrain 那这样一个命令就可以实现 只保留列表的片段 那它的语法呢 Ltrain key start 起始点 stop 那这个start和stop呢 和我们这个Lrange的 参数是一样的 那接着 如果是你通过Ltrain 执行这样的命令的时候 它是只保留你从你的起始点 到结束点之间的这些元素 那其他的元素呢 就全会被删掉 我们可以通过它 我们可以通过它实现一个什么效果呢 假如说我们要写一个 查看我们系统中最新的 只保留我们系统中最新的这个日志 想说只保留100个 因为我们的日志呢 可能每天都会产生好多 但是你只想留下最新的100个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它来实现一下 假如说我们就可以来模拟一下L Push一下 L push 写成一个 met list3 写成一个log1 log2 log3 log4 就咱们就稍息几个 log5 这个意思 这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日志 好 有五个 那接着你只想保留最新的前两个 我们就可以这么来写 L train一下 met list3 写成一个 01 代表是前两个 你可以先来查看一下 写成一个 L range met list3 01 是不是只有 L L 认知 0 负1 my list3 这个大写写错了 list3 那现在呢 你是不是得到的最新的两个是4和5啊 5和4啊 没问题 那现在你只想保留这两个其他的 你都删掉 那这时候呢 那就可以通过Ltrain来实现 OK 那接着你再来看一下 L range一下 0-1 我们从前来 L range一下 met list3 0-1 现在是不是只有这两个呀 对吧 那接着你再向这里边再来添加 想说你又添加了一些 1-1 1-1 2-2 3-3 4-4 5-5 完成 成功 接着你再通过L trim 还是只保留最新的两个 basta 今天一个 例子 6 护凡 其他的元素就都被删除了 是不是只保留最新的两个 log55 log44 这样的形式 它总是保留我们最前面的这几个元素 那接着呢 你看到 后面的其他元素全被删掉了 这一点需要知道就可以 那接着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再写一个 再来一个测试 这个命令还比较好用 L push一下 my list 4 添加几个字 A B C D E F G 那现在我只想保留 从1到最后一个 到最后一个 那接着你看我这么写 L trim一下 写成一个 my list 4 从1开始到最后一个 能写的是一个-1 复数呢 复数呢 也是代表从后往前数 来先把它拿过来 接着你再写成一个L 把它删掉 L trim 要绕清楚 要绕清楚 那现在只有谁被删掉 只有我们的G被删掉了 你看 只有G被删掉了 这种形式 在这里边还需要注意 如果我们的这个结束点 比我们的列表的最大下标还要长 那这时候会一直保留到我们最大下标的一个位置 需要注意 和我们的这个L range是一样的 如果你写成这样的效果 L trim一下 my list 4 你说我从哪开始呢 你说我从1开始 一直保留到1万 一直保留到这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 它最多就保存到最后了 所以说只有F被删掉了 你看 是不是保留到列表到最末尾啊 只有F被删掉了 这种形式 那如果说我们的其实点和结束点都要大的话 这时候列表被清空了 看好了 如果我们写的这样一个效果 L trim my list 4 写成一个 1000到2000 OK 再来查看一下 是不是变成一个空的了 列表被清空了啊 这时候出现的效果是列表被清空 列表被清空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 如果我们的这个其实点和结束点 比我们这个列表的最大下标还要大 但是呢 我们的其实点比结束点还要大 这是我们的其实点比结束点要小 列表被清空 那同样的 把它稍微改一下 如果你这块写的是一个三千 其实点比结束点要大的话 那这时候你看一下 它返回的是一个同样被清空的列表 再把刚才列表 再把刚才列拿过来 就随便写一下就可以 用哪个都行 现在是有志 这是list3 拿list4吧 好 好 成功 7个元素 接着你写上这样一个效果 列表也被清空 再l认知一下 man list 40到-1 也被清空 这一点需要知道 这个参数这一块有点像我们这个l认知 差不多 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通过我们的linsert来插入元素 linsert是向列表插入元素 它的语法 来看一下 通过linsert对这个列表插入哪个元素呢 你可以在这来写上一个 将这个值插入到哪 写上一个before 或者是after 插入到指定位置 也可以 接着呢 这个pivot 这个参数呢 是当我们的这个pivot不存在我们列表key时呢 不执行任何操作 来看一下 好 那这个值呢 就是我们的value 来试验一下 它的作用是将我们这个值插入到列表我们的这个key中 那位于值 这个位置 就是插入这个值的位置 这个点上 之前或者之后 当这个pivot不存在于我们的列表的时候呢 就不执行任何操作了 那什么意思呢 一会儿你来看一下 就是你列表中会有一些值 我们可以来举个例子吧 写个例子 这样说你可能也不太明白 l push一下 写上一下 man list的5 将有a b c d 来四个元素 有这四个值 好没问题 那接着再往下 现在我们想向列表中插入一个值了 我想把它插入到哪呢 想把这个值插入到我们b之前 这时候你可以通过l insert my list 5 接着插入到之前用beful 在什么之前 哪个值之前 这个b之前 把哪个值插入过来 插入一个king 你看 拿过来 这就是一个pivot 就列表中存在的这个值 好 现在一共五个元素 接着你查看一下 l range一下 man list的5 0到-1 现在这个king 是不是插入到b之前了 对 没问题 但是如果这个列表中 你写的这个 没有这个b的这个值 就相当于什么操作也不错 把它拿过来 我们再来插入一个 写成一个queen 直接写也行 你说插入到b 插入一个queen 试验一下是否可以 那现在你这个列表中 有这个b的这个 b这个值吗 没有 没有的话 它会什么也不错 返回的是一个负音 返回的是负音 代表没有找到b这个值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如果成功插入呢 返回列表的一个长度 你看一下刚才 还是这几个 五个元素 那同样的可以用befor 也可以用after 我们再来一个成功的 l insert man list的5 after 写成一个 哪个值呢 在d之后插入一个queen 这是可以的 d之后插入一个queen 成功 返回的是六个 再查看一下 d之后插入一个queen 这种形式 那接着如果你要对一个非空列表 进行插入 或者说插入一个不存在的 这样的这个值的时候 它就会返回负音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对一个非空的 直接来写就可以 写上一个六 这是不存在的列表 你可以l认识一下 六 0到负音 是一个空的 那接着你对于一个空的列表 进行这样的操作 你看成功了吗 没有 没有 好 那对于这样一个空列表 执行我们的这个l insert 它会返回0 对于一个不存在的值 它返回的是一个负音 看好了这个返回值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么两种 这么两种 那如果成功的话 它是不是返回到 我们的列表的一个长度 没问题 好 那接着再往下看 那下面这个命令 就比较有意思了 什么呢 我们可以通过 r pop l push r pop l push 这个命令 将元素从一个列表 转到另一个列表 将元素 从一个列表 转到另一个列表 那你看 那你看r pop 那你看r pop l push 那从这个命令上 我们这个可以看出来啊 它相当于先执行了 我们的r pop命令 接着再执行我们的l push命令 那这个r pop 那这个r pop l push命令呢 会先从我们的这个目的 就元列表中 先从右边弹出一个元素 接着呢 再把它添加到另外一个 就是你的目的地 另外一个列表的左边进行添加 并且呢 返回这个元素的值 那从这个命令来看 从这个操作来看 你想也会想到 这肯定是一个原子性的操作 这个过程呢 肯定是一个原子的 当我们列表类型 如果说作为我们的对列 在使用的时候 那这时候呢 它可以很直观的 在多个对列中 进行传递数据 那一会呢 我也可以给你模拟一下 当我们的这个 原列表和目的列表 要是同一个值的时候呢 那就相当于 把最后的不断的添加到 最开始 就把对尾的元素 不断的添加到我们的对手 那借助这样的一个特性呢 我们也可以实现 像一个网站的监控系统 就像使用一个对列 来存储需要监控的网址 然后呢 这个监控程序呢 可能不断的使用我们这个 rpopl push命令 循环取出一个网址 来测试我们的可用性 那这个使用 这个命令的好处就是 程序执行过程中 仍然可以不断的 向我们的网址中加入新网址 那这个整个系统呢 还容易扩展 而且还允许我们多个客户端 同时处理我们的对列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来实验一下 假如说你有两个列表 一个sauce 一个destination 这个语法还没跟你写 看语法你就更明白了 一个rpopl push 原sauce 移动到哪呢 destination 目的地 那现在假如说我们sauce列表中 有abc 那目标列表中呢 假如有xyz 那当我们执行了这样一个效果之后 假如说你执行了这样一个rpopl push之后 那我们这个原列表中 就是sauce列表中的这个元素呢 就是这个c 是不是就被弹出了 c弹出 弹出到哪 是不是就弹出到我们的这个目标集合中了 对吧 这样的一个形式 好 我们来试验一下 写上一个 l push一下 写上mylist7 mylist6 里面有三个元素 abc 接着再l push一个 mylist7 有xyz 那这时候你要执行rpop l push命令 写上一下 mylist6 mylist7 记住 第一个mylist6 是我们的原 原这个列表 这是我们的目标列表 那你这样执行完之后 你来看一下 这个列表中的最右端的元素被弹出 也就是c被弹出 最末端的 L pop r push 我们写的是不是 对没问题 最右端的元素 你来看一下 先l认识一下 mylist6 0到-1 c b 这样的形式 没问题 接着把它也拿过来 xyc 接着你要执行这样的一个操作 你看一下 最 右端的rpop 对吧 那接着弹出的是谁 最右端的是a被弹出 添加到哪了呢 添加到我们mylist7中的这个最左端了 好 mylist7 现在这个a是不是就过来了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样的一个形式 rpop l push 这个比较好用 比较有意思 如果说你这个圆和目的地是同一个地址 假如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再l push一下 假如模拟一下我们的网站的日志 weblog 这样log1 log2 log3 log4 一共四个日志 现在不断的取出我们的日志 好 没问题 那接着你来写上一下 lpop rpop lpush pop lpush weblog weblog 那这时候呢 它返回的是哪一个 最后的一个元素 弹出 是不是log1被弹出 对吧 那接着添加到对手 你看你之前一次 log1取出来 再执行 log2 log3 log4 log1 这样的形式 而且呢 你也可以多个客户端同时来操作 你也可以在向里边来新加 这样的形式 它总是把对尾的谈到对手 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呢 比较好用 比较好用 但是呢 如果我们这个sauce 就是你的元要不存在的话 那这时候呢 你看一下 再来一个不存在的 weblog1 它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一个nil 因为这个是真是不存在的 对吧 这样的效果 那这个命令呢 以后我们用的也会比较多 这个应用场景也比较多 等以后呢 我们再讲到具体场景的时候 就会用到它 所以说这个命令 大家一定要把它运回 接着呢 还有一些阻塞相关的命令 什么叫阻塞相关呢 像我们写过 pop lpop 这样的形式 那接着阻塞 也就是当一个 当我们一个操作没有完成的时候 其他操作是做不了的 它帮你阻塞住了 那像有我们的这个 像blpop呀 包括像我们的这个 来看一下这个blpop吧 blpop 它就是我们这个lpop命令的 一个阻塞版本 blpop 是 lpop的阻塞版本 那接着来看一下 当我们这个blpop使用的时候呢 把它语法写出来 blpop key 可以一次写多个key 也可以 可以有多个key 接着呢 这是我们的阻塞时间 等待的时间 那它是我们这个lpop命令的 一个阻塞版本 那当我们给定列表内 没有任何元素 就可以被弹出的时候呢 这时候连接就被我们这个blpop 给阻塞了 那直到等待超时 或者发现可弹出的元素为止 假如说你要给定多个这个key呢 它也是按照你给定key的顺序来进行检查 那弹出第一个非空列表的一个投元素 就相当于我们的lpop 那接着什么叫非素材行为呢 其实你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来写个例子 写上一个 首先呢我们先来 l push一下 test test mylist mylist 8一个 9一个吧 8是一个空的 放到这 mylist 10一个 mylist 9 来一个指示 a b c 再l push一下 mylist 10 def 这样的形式 那现在mylist 9和list 10 这两个列表是有值的 是有值的 那接着你来试验一下 我们使用blpop pop 那弹出一下 mylist 8 mylist 9 mylist 10 你看我故意的写了一个 8是一个空的 那接着你写了多key的时候呢 它会到这儿来查找 查找第一个非空的列表进行弹出 那这个列表中是不是也都有值啊 对吧 来试验一下 先把这个列表创建成功 一个啊 两个啊 这也行 接着你再来写 来指定一下啊 指定一下 那操 我们来设置一下这个超时三数 timeout 那这个0呢 表示阻塞时间可以无限期延长 你写个0 那现在你看 它找到的是哪个列表 是mylist的9这个列表 接着弹出的元素是谁啊 对是C 最左端的元素 没问题 那接着你再看 我们再使用它 再来模拟一下 l push一下 来一个空列表 来一个空列表 通过bl pop mylist8 现在是不是一个空列表啊 写成一个0 这时候 我们再看 它会一直在等待 一直在等待 现在mylist mylist8 mylist也行 这里边是一个空列表 没有可以被弹出的内容 这时候呢 我们这个连接就被阻散了 那接着你就可以再打开一个客户端 cd.redis64 像我们这个mylist里边添加元素 只要你一添加 这时候呢 它就会被弹出 你看写成一个 l push一下 mylist 写成一个a a或者是mys 好成功 成功之后再看这边 是不是写了一个 弹出了 你刚才刚敲完之后 这边是不是就已经有返回了 那下面呢 你看产生了一个秒数 等待了多久 等待了多久 这样的效果 那弹出的这个值 就是我们的mylist mylist 这就是一个阻塞行为 这样的一个阻塞行为 那大家是不是已经看到了 什么叫非阻塞 什么叫阻塞的形式 那这个形式呢 也可以 它也支持我们多个客户端 进行同时操作 支持多个客户端 进行同时操作 包括呢 以后我们还学到我们这个redis事物的时候呢 还会用到这种 阻塞行为 接着再按阻塞行为 假如说多个客户端 被放进同一个队列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先阻塞 先服务的一个原则 就是first br pop first 按照这个顺序 为我们的key进行执行我们的这个brpop命令 那像我们的brpop命令呢 就可以拥有像我们的流水线 可以批量的发送多个命令 并且呢 可以来 并读 并且呢 也可以把它应用到我们的这个事物中 这样的形式 但是呢 放到我们的事物中的时候呢 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因为呢 这个要求呢 整个服务器都是被阻塞 以保证我们执行时的一个原子性 就像你刚才看到的 连接已经被阻塞了 只有你添加了元素之后 它才会被弹出 这样的效果 这样的效果 好 那这个呢 跟相关阻塞的这些东西 包括我们的事物这一块 命令还没有学 等讲完事物之后 再来看 再来看就可以 那重点呢 主要是我们之前学的这些 特别像我们这个 rpush 这样的命令 是比较有用的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我们集合中 给大家列的这些命令 都来看一下 之后呢 下节课我们再来往下 列表中的这些命令 都看一下 下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我们这个集合类型 还剩下一个集合 和一个有序集合 比较简单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